清零的代價 1歲幼兒做了74次核酸檢測 瑞麗居民苦不堪言 中南海恐怕失守 天安門故宮全員核酸檢測 日本眾議院大選投票 新任首相岸田面臨考驗 中共將對網路平台巨頭進行超級監管 爭取盟友抗共 美國提案放棄制裁印度購買俄羅斯導彈 維基百科中文版中立原則受挑戰 實力太弱 中國冰球隊或將被取消參加北京冬奧會資格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兩岸新聞 我是王靖怡 今天是10月31號星期日 我們來關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政府過度的防疫 為追求清零不惜一切 和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小城瑞麗已經封城7個多月 當地幾十萬人無法工作 沒有收入 而民眾想要逃離也很難 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瑞麗自從去年的9月份以來已經四次封城 政府採取非常嚴格的封城管控措施 全體市民居家隔離 大多數行業停工 學校停學 導致各行各業升級困難 而核酸檢測卻成了瑞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日前引述瑞麗一名翡翠商人說 疫情之下 自己的生意停滯 一歲多的兒子已經做了74次核酸 平均兩天一次 一名網友說自己兩歲的孩子做了不下100次核酸檢測 現在看見醫生就自動張嘴 看著孩子如此懂事 自己心裡不是滋味 當地網民說 瑞麗差不多快成了人間地獄了 今年別說賺錢了 吃飯都成問題了 10月26日 一名自稱瑞麗學生的網友發帖 哭訴他全家一年沒有任何收入 已經在崩潰的邊緣 今年7月 新一輪疫情爆發後 瑞麗當局每天只允許兩個離開瑞麗的名額 迫於輿論的壓力 10月26日 瑞麗市有宣布最新的離瑞政策 按疫情風險進行三區劃分政策 防範區人員申請離開瑞麗 需自費集中隔離7天 管控區隔離14天 封閉區隔離21天 有不板隔離政策的民眾在微信群組建立離瑞軍團 卻遭到了當地警方的詢問和調查 在居民生活激進崩潰的狀況下 29日 瑞麗市副市長楊某卻稱 瑞麗疫情一天未徹底清零 就還要堅持嚴格的管控和離瑞政策 確保疫情不外傳 瑞麗市市長上蜡邊則稱 瑞麗現在暫時不需要外地援助 一位在瑞麗做玉石生意的創業者 在社交網絡說 到現在半年多了 我們沒有工作 想離開更是難上加難 政府一刀切的管理 讓這個曾經繁榮的美麗城市蕭條落寞 人們生活都困難 不少人精神狀態出了問題 心情真的好沮喪 由於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 只剩下不到100天的時間 中共各地政府都在採取嚴格的封閉式的管控措施 到處草木皆兵 嚴振以待 10月30日 北京當局通報新增兩例本土中共病毒確診病例 當局還宣布 北京西城區 也就是中南海所在地 所有的影劇院全部關閉 取消所有的演出和放映 知情網友拍攝視頻披露 天安門 故宮 前門所有的居民 商家 工作人員 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而故宮就在中南海的隔壁 網友表示 北京當局嚴防病毒攻破中南海 據官媒報導 截至10月30日 北京累計報告本土病例30例 市內共有一個高風險地區和一個中風險地區 都位於昌平 中共衛生部發言人周六稱 疫情呈快速發展態勢 防控形勢嚴峻複雜 為預防疫情擴大 中國目前已經有數百萬人被實施隔離 西北大都蘭州市400多萬人連日來處於封鎖之中 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 故宮 前門周邊四合院的居民 商家 開始全員核酸檢測 常常的準備檢測的隊伍棒不到頭 北京連日來已經封閉了出現疫情的小區 關閉部分學校和商店 延遲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比賽 市政府同時從嚴懲治違反防疫規定的餐廳和診所 從10月30日到11月14日 北京市西城區暫停劇院演出和電影放映 週五 北京將近一半的航班取消 北京市當局要求市民推遲結婚日期 日本第49屆眾議院選舉31日投票 早上7點開始 全日本各地4.6萬個投票所陸續有民眾前來投票 這屆選舉 自民黨是否能保住從2012年至今以來的多數黨地位? 本月4日才就職的首相岸田文雄是否會變成任期最短的首相? 各界都在密切的關注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本月4日上任 十天後就宣布解散國會 首相上任27天就選舉 國會解散17天就投票 兩者均創下日本戰後最短記錄 這屆選舉關鍵議題是新冠疫情和經濟 選前 民調顯示 自民黨恐怕難保一黨獨大的局面 但有可能跟公民黨結盟聯合執政 黨下在野黨的挑戰 根據日經新聞的預測 本屆大選約有40%選區的對決是勝負難掉 民調顯示 有四成選民還沒有決定怎麼投票 本屆選舉在野黨比以往團結 大部分的選區在野黨協議只推選一位候選人與自民黨對決 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預料席次可能會增加 但還不足以超越自民黨 路透社報導指出 如果自民黨席次大減 可能導致出現短命政府 中共開始加強網路媒體的監管 出台針對性的規範 中國的一些大企業 包括微信 淘寶 抖音 支付寶等平台 可能將受到超級監管 10月29日晚間 中共市場監管總局發布 互聯網平台分級分類指南 其中稱 互聯網平台準備區分為網路銷售 生活服務 社交娛樂等六類 並按照用戶的規模分為超級 大型 中小型 三級平台 按此標準 微信 淘寶 抖音 支付寶等 恐將受到超級監管 大陸媒體報導 超級平台是指上年度 在中國的年活躍用戶不低於5億 核心業務至少涉及兩類 平台上年底市值估值不低於1萬億元 平台具有超強的限制用戶接觸消費者的能力 依照此類標準 包括微信 淘寶 抖音 支付寶等APP 將按照超級平台管理 財經業界研判 官方特意分級是為了精準監管 以更有針對性的規範監管用戶權益 超級平台要承擔超級責任 接受超級監管 官方就可能利用此情況借機敲詐勒索 成為另一個貪腐源頭 另外 大陸全境的超級平台 往往是該領域的龍頭企業 這些平台一旦發揮自身優勢 業績就會蒸蒸日上 如果想在大陸官方規範管理中 實現企業長遠發展的打算 恐怕依然會成為下一波反貪腐開刀的受害者 美國三名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30日表示 已經提案使印度不會因為購買俄羅斯製造的 防空導彈系統而受到制裁 理由是與盟邦聯手對抗中共事關重大 路透社報導稱 這項法案由三位參議員克魯茲、托德陽和馬歇爾共同提出 讓四邊安全對話另三位成員澳洲、日本和印度享有10年的豁免期 免遭以制裁反制美國敵人法案的制裁 美國為報復俄羅斯涉嫌干預美國大選 在2017年制定以制裁反制美國敵人法案 除了制裁俄羅斯軍工產業外 也制裁向俄羅斯購買軍事裝備的國家 共和黨籍參議員柯寧和民主黨籍參議員華納 26日共同致函拜登總統 主張基於國家安全與擴大合作考量 放棄對印度的制裁 維基百科在中國話題上保持中立的能力受到了質疑 此前這個全球平台禁止了幾名中國大陸的編輯、撰寫和更新頁面 據英國廣播公司30號報導 2019年到2020年 香港發生大規模的民眾反送中抗議活動 但之後遭到了當局的鎮壓 這觸發了親民主和親北京的維基百科編輯之間的話語權的爭奪戰 任何人都可以編輯大部分維基百科頁面 但只有一小部分用戶會主動編輯 而且只有一部分用戶經常這樣做 今年9月事態發展到了緊要關頭 當時維基百科的管理層禁止了7名活躍的親北京編輯的權限 並取消了另外12名編輯的行政權利 涉事人員被指控欺凌和恐嚇親民主立場的編輯 有親北京人士表示 這些行動意味著有關中國和香港的論述將偏向西方立場 不過維基百科的創始人吉米威爾士表示 該平台的言論自由和中立原則適用於全球 在中國人們被如此洗腦已經分辨不出 中立本身卻成了一個偽命題 阻止中國大陸人表達觀點的最大障礙是中共政府 有些人認為我們排斥中國 這太荒謬了 我們張開雙臂 歡迎來自中國的編輯 北京為了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 已經花費了數十億美元 而美國媒體披露 國際冰球總會正在考慮 是否讓中國男子冰球隊退賽 主要原因是中國冰球隊實力太弱 據《紐約時報》報導 國際冰球總會認為 與強大的美國和加拿大同組 有可能會面臨一系列的慘敗 雖然中國隊被撤除很尷尬 但如果面對地緣政治對手遭遇慘敗 特別是美國 可能會讓習近平更加不高興 對中國冰球隊球技的擔憂 是和中國的昆仑紅星球隊有關 這支球隊有許多球員 預計將會代表中國參加冬奧會 球隊在本賽季到目前為止的 22場比賽中只贏了5場 排名垫底 昆仑紅星球隊進勝球 是聯賽中進球最少的球隊 而失球數比其他球隊都多 國際冰球聯合會主席塔迪夫指出 中國冰球隊的球技不到位 你眼睜睜地看著一支球隊 以0比15被扣到 對中國 對冰球 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 中國女子冰球隊也參加冬奧會比賽 但塔迪表示 有關競技能力的擔憂 僅限於中國男子冰球隊 如果中國冰球隊被取消參加北京冬奧會 中國將寫下 自2006年都林冬季允許主辦國可直接參賽以來 第一個主辦國冰球隊被取消參賽資格的難堪記錄 美國彭博社今年6月份曾發表題為 一支表現不佳的冰球隊 會使中國崛起的進程 複雜化的文章稱 中國在2008年舉辦北京奧運會之時 曾把獲得獎牌當作國家的優先任務 使之與全球大國的身份相稱 而即將召開的北京冬奧會上 中國冰球隊被分到了魔鬼小組 與世界排名均在前10位的加拿大、美國、德國一組 中國面臨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在全球舞台上參賽 而且在地緣政治對手面前輸得很慘 這會比根本不參賽更好嗎? 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兩岸新聞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點讚、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期見